那我想问你最长的朋友 觉得我们的音乐好听吗 你绝对没见过如此嚣张的选手 听不惯评委点评当场怒对叫嚣 让场面变得一度尴尬让人气愤 在一档节目中 安与骑兵组合在演唱过自己的原创歌曲后 在接受评委点评时无起闲先表示自己的看法 我非常地支持原创 问题处在你们现在的水平还处在练习的阶段 听到这样的点评女选手当场表示 自己和骑兵已经合作12年 明显就是在表示自己很有经验 对于乌起闲说的练习阶段是完全不存在的 我跟骑兵已经合作了12年了 很好 我们一直在拍自己的演唱会 从我们的第一场演唱会只有一个人 到现在只有一百人 所以我们两个有一个梦想 我们的梦想就是将来我们要开一个10万人的演唱会 但是乌起闲听到后发现这个逻辑有问题 12年还没有火就应该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 你们合作了12年 从只有几个人的演唱会开到现在100个人 未免太久了一点 所以你要开10万人的演唱会 可能你要280岁你才能开得到 这表示什么呢 女选手不仅反问乌起闲有没有开10万人演唱会 而且觉得乌起闲也没有做到就不应该这样否定自己 女选手明显不想面对现实 而乌起闲想要站在圈内人的角度去给女选手建议 一直没成名就是因为歌曲的吸引度还不够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而只能做到有一百个人的演唱会 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们的吸引力还不够 你们的作品的精彩度还不够 想要帮他们指出缺点 却遭到女选手的忽视 直接问观众自己的歌好不好听 那我想问你最长的朋友 觉得我们的音乐好听吗 这样不尊重人的行为真是让人气愤 虚心地听一下专业歌手的点评 对自己肯定是有益的 在生活中被夸得多了 反而听到实话就承受不了了吗 你觉得乌起贤的点评过分 还是女选手太敏感了吗 快和我一起讨论吧